7点半一早会员赶来排队 就是听到确诊者曾经和自己都到过歌友会 下得早起奔来才见 跨年的时候就是31号晚上 有点多 所以你是有餐有报名那个晚会就对了 对 按17239确诊清洁工 12月29号到1月2号连五天来过歌友会 实际询问会员大多人打满两剂疫苗 当天跨年晚会活动 除了吃饭时间聊天还有颁奖典礼 照片记录会员们大多有把口罩戴上 就是跳舞唱歌嘛 还有介绍有讲的有功的人啊 在吃的时候没有戴 可是我们的我们的餐桌跟他的很远 尽管会员听说确诊者有参加跨年晚会 但管主澄清报名人数很满 确诊者是倒数完才来 吃火锅的方式进行 所以因为有吃东西 所以那一天喷手筋之外 其他的做得不够好 金嗓歌友会会员多达812人 其中女性比较多 平均年龄65岁 大部分是退休族 还分成七个小队 由火凤凰 猛虎 飞龙等等 都是以吉祥物为主 而确诊的爱17239 是来因队的成员 预估要采800个人 我们大概用20几位的同仁 一起来做协助 用三条线来做裁剪 目前两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采了270位 市府协调医院协助裁剪 参加跨年的800位会员 就是希望淘基群聚案 能就此打住 别扩散 推本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